8年前,刚成为武汉女婿的台胞陈玉树来汉创业,创立了小茶园新式茶馆品牌,因受父母影响,自幼喜爱饮茶,也懂茶的陈玉树一直坚守的梦想就是将茶文化推广给更多年轻人,让他们感受到喝一杯好茶如同喝咖啡一样简单。 然而,新式茶馆是新生事物,消费习惯需要培养,投资见效慢,这几年,陈玉树一直在坚守。 我一直有信心做这个事情,所以这个店也开了四年多了,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,那为什么没有年轻人想要的,我们去茶馆悠闲的做一下,慵懒的做一下呢。 记者7月13日在陈玉树的店里看到,忙着冲茶的陈玉树,面前放着一支计时器,严控时间完成三次冲泡,再将三泡茶汤混合,倒入饮料杯,然后再递给客人。 与一般茶社不同的是,店里用来盛装茶汤的并不都是传统陶瓷质地的茶壶和茶杯,而是有许多玻璃质地的小茶盏。 更为独特的是,香槟杯、啤酒杯也出现在了陈玉树的茶馆里。 这个是,我们主要喝冷泡茶,对,然后基本上呢,因为它是比较收口的香槟杯,所以我们会让它的香气更好聚集在里面。 然后这个杯子呢,主要是喝气泡茶,它像精亮啤酒那样子,它会有很多泡泡在上面,比较厚。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,就是,像更加喝啤酒的一个形式来喝茶,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。 就我觉得我们的性命就会让它尽量的多元化。 在陈玉树的设想中,新式茶馆目标客户群为中青年人,与传统茶馆相比,环境更加现代时尚,茶饮明码标价, 不含各类服务费,茶饮附茶叶说明,既可随饮随走,又能尽心品名,正如小茶园的寓意。 饮茶应该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,回归事务原点。 我们平均落在像咖啡一样的单价,再来我们设计的方式也是我们泡好,给客人直接喝,你不用泡。 然后,所以我们桌子的格局会是更像咖啡管一点,跟传统茶楼是不太一样的。 我还是希望茶这个东西能够更普及到年轻人,我们可能想要一点氛围,想要一个舒服的空间,去喝一泡相对比较好的茶,所以我们就想创造一个这样的场景出来,降低它喝好茶的门槛。 近几年,陈玉树信心越来越足,随着武汉推进历史文化,风貌街区保护和建设,洛家山街周边变得更加精致,更有底蕴,小茶园的回头客越来越多,不少中青年顾客接受了这种新茶馆理念。 我希望把台湾茶给带过来,尤其是年轻的一个喝茶的一个氛围,然后创造一个比较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场景。 做茶一直是我心里最初的想法,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太会改变的,这个是一个相对的理想状态,我希望让它保持下去。